近年来高美湿地晋升国际知名的景点 游客人数日益增加 但负责当地交通与治安的高美派出所 因为原本的听设老旧 空间早已不复使用 因此市府编列了2000万元的预算 原址重建 更将灯塔与湿地海景融入到设计元素 这天终于完工了 由市长林佳龙到场举行落成启用典礼 热闹的五龙五湿地活动揭开序幕 为让原本听设老旧空间不复使用的高美派出所 能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市府编列2000万元预算原址重建 历经11个月终于完工 这天举行落成启用典礼 因为高美师弟每一年 有超过200多万人次来这边参观 派出所未来的勤务是相当重 现在有一个新的好的工作环境 我相信最大的受益者会是人民 并且快速增加任务增加烦荡 我们国美派出所 专门在大家很辛苦 现在有很舒适的办公庭所 应该可以聚加到大家 工作的实际到后路 众人一同拉下红布条 宣布高美派出所全新厅社正式启用 这栋三层楼总楼地板面积 180平的建物 更融入了当地特色 亏别一般死板的值班台 而是直接放上高美师弟美景 外头还设有灯塔异象 让老旧听社摇身一变 成为相当吸睛的特色派出所 一个新的听社给我们警政同仁 在一个更好的硬体底下 来做更多的服务 这个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在这 我相信 不管是我们中央的民代 地方的民代 特别像林市长 我相信大家都很愿意来支持警政工作的推动 随着我们新办公厅社的落成启用 我们希望我们清水分局 还有高美派出所全体同仁 一定要全力以赴 更加再接再厉 拿出最好的表现 来提升我们执勤的效能 迎接全新厅社 派出所全体人员都相当开心 未来不再因为空间不足感到压迫 有了充足的办公场所与远景餐厅 执勤休息室等 盼能够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与为民服务的品质 谢谢林轩 台中策部导